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可怕黑色三羊头的巴凤特 传说ACG里面恶魔族有三羊鸡脚的来源之一 正是巴凤特这个恶魔 究竟巴凤特这位恶魔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会是攻三羊头的形象呢 他是怎么被当成撒旦化身的 西方奇幻作品中巴凤特的地位跟力量强大吗 正片开始前帮自己的新节目推广一下 如果您想更了解阿秋我 现在跟英雄说书拉瑞合开了一个新的Podcast节目 名称是说书人下班后 会闲聊一些当中我们觉得有趣的生活话题 讲讲干话 讨拍取暖 互酸互呛 你在说书频道听不到的 这档节目都听得到哦 例如我们聊过 当YouTube说书节目的幕后秘星 西兰呛古阿姆谁有理 真心救得了流量吗等等 每个礼拜五都会更新一集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到各大Podcast平台收听哦 巴丰特是基督宗教底下的知名恶魔 最大特征就是一脸不怀好意的黑色三羊头 不过他不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路西法别西卜 或是代表七宗罪的七大恶魔那样 可以追溯到圣经出现或更糟的古代 这名字的历史还不超过一千年哦 攻三羊头的形象就更完了 不过是这两百年内才出现的 说穿了 他的资历在恶魔界根本浅得要命 但是很有趣的是奇幻ACG却经常把这个三羊头恶魔 表现得特别强大 不管是Lineage天堂还是RO仙境传说 都是可以轻松秒杀新手中手的Boss级怪物 为什么 因为巴丰特被谋歇的认为 是魔鬼之王撒旦的代名词之一 既然是撒旦的代名词 力量当然就不可能弱了对吧 那一位资历不超过千年的恶魔 是怎么跟撒旦扯上关系的呢 巴丰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1195年 南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个诗篇中 1250年一首哀悼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失败的诗中 引游诗人再次提到了这个词 还有一篇天主教徒介绍穆罕默德 生平简介的作品名称 就叫做巴丰特 要知道哦 十字军东征是在教皇允许下 以西欧封建领主跟骑士为首 展开对东方伊斯兰政权的武力征讨行动 一开始的目的是要收复圣城耶路撒人 而耶路撒人的位置就是近期国际大事 以巴冲突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啊 这个时候天主教徒是把伊斯兰教徒当成敌人的 所以对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 用巴丰特这个词来介绍 说明了巴丰特是跟基督宗教对立的敌人 就算不是恶也绝对不是什么善的象征 然后到了14世纪初啊 法国内部发生大事了 历史课本要告诉你哦 这段时期是西欧王权 试图摆脱教皇权力 形成专制集权的民族国家阶段 而通常跟宗教有关的团体组织 都蛮有钱的哦 当时的法王斐利士士 就看不惯富可敌国的圣殿骑士团 开始清算他们 所谓的清算 就是没收教团富道留有的财产 外加镇压 强制逮捕圣殿骑士 以酷刑和莫须有罪名 逼他们认罪 例如国王人马会说 哦 你们圣殿骑士明明是天主教徒 却私下崇拜耶和华以外的偶像 国王要代替教皇来惩罚你们 实际上就是国王不爽教皇 在欧洲当老大很久 找借口要削弱教皇底下的信仰事例 其中几份口供里面 圣殿骑士崇拜的偶像 就提到巴丰特这个名字 只不过 每个人对于巴丰特的模样描述 天差地别 有的说长得像一只猫的 有的说巴丰特的头 有三张眼 四条腿以上等等 这些人大多都是被驱打成招 才随便杜撰出五花八门的巴丰特模样 总之这时期 巴丰特还没有明确具体的形象 只是被当成对基督宗教不幸的异端偶像看待 2007年出版的《圣殿骑士百科全书》 该书作者就表示 不管是《圣殿骑士法规》 还是《中世纪圣殿骑士》的文件里面 都完全没有提到巴丰特这个名字 时间一眨眼过去了500年 19世纪中叶 终于有人在著作 《高等魔法的信条与仪式》中 画出了恶魔巴丰特的形象 一位来自法国的生命学家 艾利逢斯·李维 现在你在各种作品中看到的巴丰特样子 源头就是这幅画 原来是巴丰特之父啊 失禁失禁 李维对他的画做了一些解释 这只山羊的额头 有一颗五角星的标志 头顶上方有一个火炬 是光的象征 他的两手臂形成了神秘主义的标志 朝上的那只手指向了代表慈爱的白色月亮 另一个朝下指向了严肃 有力量的黑色月亮 这表达出一种怜悯和正义的完美和谐状态 巴丰特的两只手臂 一只是男性的 另一只是女性的 既有男性生殖器 也有女性的乳房 很明显是雌雄同体 他头角上闪耀的智慧火焰 代表了宇宙平衡的魔法之光 他那颗丑陋的羊头 象征了动物的本能跟人类的罪恶 腹部前方挺立的杆子 象征永恒的生命 另外他的身体也覆盖着鳞片 有一对翅膀 李维的创作问世后不久 就有作家出书谴责共济会 诶?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作家是反天主教出名的 他发现共济会内部出现一些 跟巴菲特有关的图腾符号 就说共济会偷偷崇拜恶魔 崇尚撒旦主义 当然有共济会成员就跳出来说 我听你的欧白说啦 就连我们共济会普通成员 都不确定巴菲特符号代表什么意义了 只有高层知道 一个连路会都没路的家伙 在那边看到黑眼就开枪 也是很搞笑啦 后来有一个英国神秘学家 阿莱斯特·克劳利 在李维过世的半年后出生 长大后他坚信自己就是李维的投胎转世 那既然李维确立了巴菲特山羊头 死雄同体的形象嘛 除了大力认同 他还要加以推广 于是选择跟巴菲特历史根源有关的神秘组织 东方圣殿骑士团 也用巴菲特作为自己的昵称 活跃在团体中 他对于圣殿骑士 为什么会拿巴菲特这个名字 来称呼自己的偶像 有一番解释 原因是什么不重要 重点是 他认为山羊头恶魔是真的存在 你可能觉得很荒谬哦 随便画个恶魔就说他真实存在过 大家就信吗 然而 欧美对巴菲特的研究或崇拜 从来没有停止过 时间来到1966年 美国人安东拉韦 创立了颇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 撒旦教 跟前面的神秘学组织不同哦 撒旦教直接把巴菲特印记定为官邦标志 一个黑色道五角星的魔法正图案 星星内 这是巴菲特的公山扬眼 虽然一般认为中世纪晚期的圣殿骑士 偷偷崇拜魔鬼是被诬陷的 但是安东拉韦却受前人启发 认为圣殿骑士确实有崇拜巴菲特 不只名称 他们认为这个巴菲特印记就是撒旦的符号 也常把这个符号放在仪式祭坛上 拜撒旦教所赐 现在应该没有人看到巴菲特道五角星的印记 会认为他跟魔鬼崇拜无关了 再经过一些文化加工跟口耳相传 巴菲特就变成跟恶魔撒旦画上等号的可怕存在了 路西法别西卜这些恶魔 除了历史久远 跟犹太教都有满身的渊源 路西法这个词 在圣经以赛亚的原文里 本来不是一个名字 一直是明亮之星 后来才被比拟为征服过犹太人 对神不尽的新巴比伦国王 尼布贾尼撒二世 后来在新约圣经七师录里 成了率领部分天使反抗神的天使长 被击败后落到地狱成了魔鬼撒旦 关于这个故事 欢迎参考路西法的影片 那别西卜本来是迦南地区费利士人的神 深受尽爱 结果西卜来人跑到迦南地 跟当地人争土地还定居下来后 就把人家的神仇陋邪恶化 变成苍蝇怪 到处散播疾病 后来也跟魔鬼撒旦结合 并在中世纪恶魔学的影响下 进一步黑化 巴菲特不同 他没有古老的宗教渊源 反而是受神秘主义的影响而被创造的 如果说宗教习惯把超自然 超现实事物 归于神的旨意或杰作 神秘主义则更喜欢用图腾符号 表达这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力量 李维在他的巴菲特画像中 就塞了很多符号跟意义进去 包含了额头的五角星 三羊角的火炬 左右手和月亮的关系等等 你可以说这个恶魔明显是人造的 不过就算是人造 创造者也不会毫无根据嘛 比方说大家最好奇的是 为什么巴菲特是黑三羊的头 怎么不是其他动物呢 要说奸诈狡猾 可以用狐狸或老鼠 要说庄严可怕 可以用老虎 狮子 或鳄鱼的头 对吧 而古代 最喜欢把神魔的头 用动物来呈现的是哪个文明呢 没错 埃及 所以巴菲特以三羊头的形象是人 或许能从古埃及神话 来窥探其中的意义 古埃及神话确实有个神 他的头是一个绿色的公羊头 名字叫库努母 这个神是最早的埃及神之一 是尼罗河源头之神 陶宫之神 造物之神 还是生育之神 传说中他有很多能干 而贤惠的妻子 跟所有妻子都能够处得 很好的一个关键就在于 他总是可以在妻子 有需求的时候 满足他们 来者不拒 也就是说啊 库努母 也让古埃及的公羊 代表着生命力 繁殖跟信誉 除了古埃及 古希拉也有个神 有一双山羊体跟公羊鸡角 他就是掌管牧羊 森林田野的牧神 潘 潘的生性好色 常常躲在树丛中 等待美丽的仙女经过 就上前打闹求爱 论好色的程度啊 潘是不会输给宙斯的哦 而且潘的排敌声令人陶醉 有催情跟催眠的效果 加上他常常跟 森林中的仙女暧昧 有淫欲之神的称号 两段神话都刷说 巴丰特的公山羊头 往前追溯 其实有浓厚的情欲 淫邪的意义在 古埃及的库努母 只能说是信誉强 又耐操 并没有搞七年三嘛 但到了古希腊的潘 就变成是好色淫乱 道德感瞬间暴跌 甚至可能还结合了 狂欢的九神崇拜 所以后来的人看见公羊 常联想到原始狂放 淫邪的野性 巴丰特的头 之所以用公山羊 而不是其他动物的头 大概就跟这些神话故事 脱不了关系 然后等到中世纪 研究跟神对立的恶魔学兴起 出现在圣殿骑士团中的 巴丰特崇拜 就注定被归类在 邪恶的撒旦阵营里 这些恶魔 往往跟人类的某些罪恶 连结在一起 研究恶魔有多坏多可怕 就能够反衬 真善美的可贵 达到劝人向善 压抑邪恶本性 或寻求救赎的目的 理论上一个19世纪 才有具体形象出现的恶魔 跟所罗门72柱魔神 或是七宗罪的七大魔王相比 应该是要训很多的才对 结果没有哦 巴丰特力量之强大 堪比撒旦 甚至有人说 他就是撒旦的化神 例如20世纪出现的撒旦教 不就是把道五角星跟龚山羊的脸当成官邦标志吗 其实 撒旦在现代ACG作品中 头上有山羊的脚 背上有蝙蝠翅膀 屁股上有尖尾巴 手拿长柄叉 在烈焰地狱折磨人的怪物形象 是中世纪某些教士和艺术家 依据希腊神话 和意大利诗人弹丁 在神曲地狱篇中的描述 所想象创作出来的 跟李维巴丰特的视觉形象有不少重叠 你也可以说 李维只是把前人的想象 跟自己对圣殿骑士团崇拜巴丰特的解读 互相结合 导致他的巴丰特形象 骨子里带有恶魔之王的气息 李维可能没有这个本意 但他确实让巴丰特在大家的心中 成为极度狡诈 满腹黑暗 又充满力量的恶魔 撒旦有多强大 巴丰特就有多可怕 不过很多人因此误解了撒旦教 专门崇拜魔鬼 他们虽然把巴丰特视为撒旦化神 但这个撒旦并不是基督宗教理念 跟上帝对立 无恶不做的怪物 而是一种能量 他们的信念是 这个世上没有神 人就是神 神不过就是世界上的一般能源 人可以纳为己用 神就是我自己 神是虚无 虚无是本我 靠北有点抽象 简单来说 不是极端的偶像崇拜团体 而是一种 不特别信仰神的生活态度 这部分从他们的十一界 九训跟九罪等教育中 可以看出来 当然 我们没有想帮撒旦教平反 毕竟 任何宗教或劝人向善的组织 总会混杂某些心思不纯 有特殊目的的人嘛 基督宗教 不乏要打着上帝名号 招摇撞骗的教士 同样的 撒旦教 是不是有些极端分子 会扭曲教育 崇拜恶魔呢 当然也有可能 但不管怎样 很多没兴趣了解 撒旦教是在冲撒小的人 会习惯性把基督宗教里面 宣扬跟神对抗的恶魔撒旦 跟巴丰特图腾结合 强化两者对等的印象 至于为什么是道五角星 而不是正五角星 是五芒星而不是六芒星呢 这个话题 或许未来可以另外找一集跟大家聊聊 说到底 撒旦本来不是特别指哪个魔鬼 在西伯来文中的意思是 敌对者 只要被认为是根神敌对 或被认为是恶魔的 都可以叫做撒旦 不过因为撒旦等于露西法 或恶魔首领的印象 已经根深蒂固了 自然而然 巴丰特也成了强大的恶魔 最后总结下开头的几个问题 首先 巴丰特是什么来头 最早这个名字 是出现在天主教 要收复耶路撒的敌人身上 有人认为 他是伊斯兰教 最重要的先知 穆罕默德 去立了巴丰特 站在天主教神的对立面上 到了14世纪 法国国王为了强化王权 削弱教权 拿富可敌国的圣殿骑士团开刀 说他们搞异端崇拜 崇拜的那个魔鬼 就叫做巴丰特 什么 你说这个名称 连听都没听过 不管啊 说你有戏你就有戏 定调了巴丰特 等同于异端邪魔 再来是19世纪的法国神秘学家 艾利冯斯里维 在他的著作中 明确画出巴丰特的模样 震惊世人 然后自认为是里维 投胎转世的英国知名神秘学家 克劳利 也大力研究 并推广巴丰特的起源 认为这个恶魔不是虚构杜撰 跟历史上圣殿骑士团的衰败 确实有关系 然后到了1960年代的 撒旦教出现后 官邦标志采用巴丰特符号 从此大众心中 巴丰特就跟魔鬼之王 紧密结合了 这个过程 就是巴丰特被当成 撒旦化身的演变原因 那么巴丰特在西方奇幻世界中的 地位跟力量怎么样呢? 既然一般都认为 他是撒旦的化身之一 在恶魔界的地位跟力量 当然都是相当高强的 所以像天堂 RO 神魔之塔 幻想神域 白猫Project等 奇幻类游戏中 只为公羊头恶魔 通常是战力强大 邪恶值极高的 首领及魔物 我就问嘛 在天堂里面 有谁单吃过巴丰特? RO里面要能够单吃巴丰特 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算有 那也是很晚期了 会说他不够强大的 应该都是私服玩太多吧 虽然有些许差别 例如某些头上是公山羊的角 有些是公民羊的角 但这种公羊角 也演变成恶魔 魔族的一个典型象征 魔兽世界玩家 一定都知道伊利丹怒风 他的形象很明显就参考了 巴丰特跟撒旦的特征 还有很多作品中的羊头恶魔 即使不是名叫巴丰特 也多半借鉴了他的形象 例如 玩黑暗灵魂一带 曾经把我吓到好几天都不敢开游戏的 三羊头恶魔 听完这集 相信你未来看到顶着三羊头 或是名叫巴丰特的恶魔 会更知道这个家伙的声势来源 以及为什么他通常力量强大了 虽然不是历史源远已久的恶魔 但他的存在 却一点都不比其他魔王逊色 身为撒旦的化神 无论是手持长柄武器 或镰刀的蛮力 魔法能力 或极恶召唤法术 巴丰特绝对都是黑暗势力中的顶强存在 如果没有万全准备 千万不要茂然挑战这个 冷酷 嗜血 残暴的恶魔 你一定会后悔的 这集故事就聊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或想听我聊更多恶魔的故事 欢迎帮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是阿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